我們來看一下這套題 那這套題考察的是這個機器指令和微指令之間的關係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機器指令和微程序是一一對應的關係 那每段微程序呢又有許多的微指令構成 那對於每條微指令又有許多的微操作構成 那微操作和微命令也是一一對應的 這邊有兩個一一對應的點 一個是機器指令和微程序 一個是微操作和微命令 微命令是控制部件向執行部件發出的一個信號 那麼微操作就是這個微命令的執行過程 那麼每個微指令的執行周期 我們稱之為微周期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APCD四個選項 他說每一條機器指令有一條微指令來執行 錯我們知道指令和程序是一一對應 但是指令和微指令是一對多的 一條指令要有許多的微指令構成 A選項錯 B選項每一條機器指令由若干條微指令組成的微程序來解釋實行 這就對了 C選項 若干條機器指令組成的程序可由一個微程序來執行 這就變成什麼 變多對一 但是機器指令和微程序應該是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C選項也是錯的 D選項 每一條機器指令由若干微程序構成 也違反了機器指令和微程序是一一對應的這個關係 所以這套題的正確答案選擇B選項 這套題講解結束 並且並不小心 從來實施定 明天 天 選項 迅速度 並且